亲爱的朋友您好 我是读书的妮妮 今天我们朗读的散文是 一个家庭痛苦的根源 林不清 作者苏婉 一起来听 听过一句话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真正决定你生活质量的 其实是家庭 一家人和和美美 其乐融融的 比什么都要紧 仔细想想 这乃人身智力 倘若家人之间彼此不睦 那再多的财富 也不过是徒增烦恼和纷争而已 家和才能万事兴 人和才能长安宁 一个家最可怕的 莫过于有人令不清 家庭之中绝大多数矛盾 皆来源于此 父母偏心 罪伤儿女心 之前有个同事 为人很是能干 刚工作三年 就攒够了首付 买下了他人生的第一套房 他不止在工作上努力 性格也随和 在公司里素来人员很不错 可奇怪的是 他和家里的人 闲少联系 除了逢年过节 偶尔回去一趟 其他时候 就再没多少交集 直到有一次 公司组织到他老家附近 团建活动 他特意把我拉到一旁 嘱咐我说 待会儿如果到了他家 千万别当他爸妈面夸他 替他买房的事 因为他压根儿 没和家里说过 只说那房子是他租的 我有些愣住了 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听他叹了口气 继续开口道 也不怕你笑话 其实我爸妈从小 就比较偏心我弟 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都是渴着他先来 他剩下的 才有我的饭 我去上大学后 我的房间 就给我弟改成书房了 我回去都是打地铺水 所以我不太喜欢回家 回去也觉得自己 像个外人 要是让他们知道 我买了房 多半会逼我 把这房子过户给我弟 我不想给自己造麻烦 请你一定帮我保密 说起这些的时候 他的语气 其实很平静 仿佛是在说一件 细以为常的事情 可我的心 却忍不住地 泛起酸意 家和父母 本是孩子 眷食累食的港湾 却让他如此这般 唯恐避之不羁 原来那些不喜欢回家 少和家 少和家人亲近的背后 皆是始出有因 常听人说 一个巴掌伸出来 五个手指头 也会有长有短 或许人的心 真的很难做到绝对的公平 可父母过分地偏心 伤得是血浓于水的至亲 被纵容溺爱的一方 只会愈发地放肆 而被冷落的那一方 则会日渐寒心 和家人渐行渐远 甚至是反目为敌 知佛里有句话说得好 儿女众多的人家 父母最要一碗水端平 方能家宅宁静 虽说姊妹之间 应该互相谦让 可也得是这个让 或者是那个让 总不能让一头让的 日子久了 妇女姊妹之间 难免生出嫌隙来 人心都是肉掌的 谁也不该是永远被忽略 被牺牲的那一方 父母能够拎得清 不偏不倚地对待 每一个孩子 才是家庭和睦的根基 原生家庭大于婚姻关系 夫妻已离心 近年来 网络上有个很火的段子 嫁人别嫁妈宝男 娶妻别娶腐地魔 虽有些调侃之意 却也不无道理 这结婚找对象 最怕的就是找一个 领不清的伴侣 世事都把原生家庭 凌驾于小家之上 而作为枕边人 永远只能是受委屈 被妥协的那一个 长此以往 日子早晚要散场 生活即时节目 金牌调节中 来过一位姓王的女士 和一位姓冯的先生 起初两个人 也是自由恋爱结婚 王女士很是欣赏 冯先生身上 那种顾家肯担当的责任感 却不想 这也成了两人 日后矛盾的导火索 婚后 夫妻俩开了一家小公司 商量好男主外 女主内 一起把共同的小家经营好 可随着丈夫家人 一次次地找上门来 平静也随之被打破 先是丈夫的哥哥和弟弟 来投奔他们 每期明约来给公司帮忙 可那时候公司也刚起步 一年也接不了几堂业务 两兄弟的到来 给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小家庭 增加了不少负担 后来公公又说年轻夫妻 不宜分开太久 把弟弟的妻儿也给安排了过来 而丈夫对家人的要求 几乎是有求必应 哪怕是妻子新买的衣服 只要弟媳喜欢 也能毫不吝啬地送出去 这样的日子 让王女士觉得苦不堪言 于是便和丈夫商量 能不能等以后条件好了 再多帮趁家人 眼下他们都有些自顾不暇 应该先顾好小家 可王先生却为此大发雷霆 觉得妻子太自私 他觉得既然结了婚 就该无条件接纳她的家人 在场的专家和导师 都很心疼王女士的遭遇 顾家没有错 可若是只顾原生家庭 不顾夫妻感情 那便是婚姻走向末路的开始 结发为夫妻 从来就不是谁去加入谁的家庭 而是两个人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相互扶持 用心耕耘 帮衬婆家也好 扶持娘家也罢 能力范围之内 尽心尽力 但别忘了 把枕边人放在第一位 家庭关系不错位 才是夫妻恩爱的两方 多为伴侣着想 少让彼此为难 日子放嫩长长久久 老人插手子女生活 家中难安宁 有人说 一个家如果老人 总是喜欢插手儿女的生活 管得太多 那家中的日子就很难安宁 是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观念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或许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 可一旦拎不清边界感 便会破坏家中的宁静 热播剧双面交中 丽娟和亚平夫妇本来感情甚好 可随着公公婆婆的到来 两人便开始矛盾从生 原本小两口约定好 一周做一次家务 夫妻分工 干活不累 可婆婆来了以后 就要求他们 必须打扫得勤一些 因为心疼儿子 还把他的那份活 一手揽过 对儿媳妇丽娟 却又诸多挑剔 什么洗碗的方向 到多少洗洁精 开多大的水 都要一一裹纹 包括家里的装饰摆设 婆婆也全按照自己的喜好 来重新布置 手用桌布洗起来不方便 将其换成了塑料布 把丽娟精心挑选的沙发套 擅自换成了自己缝的旧床单 说是为了方便整理收拾 这样的生活 让丽娟倍感压抑 有时候甚至宁愿主动加班 也不想回到那个毫不自在的家里 生活中 其实从来就不乏这样的场景 或是小两口赶上周末 难得在家睡个懒觉 家中的长辈全念叨着 早睡早起身体才好 年纪轻轻 赖在床上做什么 或是年轻的夫妻追求仪式感 偶尔吃个烛光晚餐 老人却说 好好过日子 比什么都要紧 还那些冤枉钱干什么 甚至是想越祖带袍的 帮孩子掌管经济大权 又或是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 爷爷奶奶背得总是过分腻癌 你说一句 他们便要回你一句 我就是这么教的 不也把你带大了吗 父母之心或许都是出于好意 是想在活着的时候 尽可能帮孩子一把 让他们少走些弯路 少吃些苦楚 可日子是自己过的 就像穿在脚上的鞋一样 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才知道 老人操心得再多 也不过是徒劳 插手得多了 反而还可能费力不讨好 不必用自己的尺子 去丈量儿女的生活 适当装聋和半雅 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学会放手 是为人父母者最明智的爱意 的确 那些家庭中绝大多数的痛苦 都是来源于林不清 父母对待子女厚此薄彼 会让原本和睦的家庭 分本离心 伴侣把原生家庭 凌驾与婚姻关系之上 夫妻中男白手同心 家中长辈毫无边界感 喜欢打着为你好的旗号 对子女生活指指点点 日子只会越过越乱 愿普天之下的所有父母 都能一碗水端平 守心守背皆疼惜 每一个成了家的人 都会更加善待自己的伴侣 任何时候都不叫他流泪寒心 每一位家中的老人 从此以后都能少越胃 多关心 尽可能地换儿女一片自由的天地 做一个清醒通透 浴室拎得清的人 让家庭远离苦难 把生活经营得顺遂美满